1993出生的男星相对1997年到2000年间 在内地娱乐圈当红的真是少之又少 所以这一年出生的男星让人了解的不多 除了标题所说的黄子涛是93后的当红一人外 也只有近年来新晋的两位小鲜肉 算是黄子涛之后知名度最高的了 至于他们两位是谁 请拭目以待 小鲜这就盘点了六位1993年的男星吧 除了黄子涛 多数人仅认识三位中国真有权认识的 你可以自封大神了 反正小鲜印象里只有前三位最红 不知道你们印象里93后男星最红的又是谁 黄子涛 1993年5月2日出生于山东省青岛 黄子涛曾以大为一名随意XO组合正式出道 而后经过参加综艺真人秀等节目 夺得了大量粉丝 名气也跟着直线上升 而且黄子涛有很好的身手和观众群和电影游戏规则 中他饰演的人物非常接近 相信大家也知道 综艺节目真正男子汉让黄子涛圈粉不少 节目里他还是直来直去做自己 一开始有点桀骜不逊 但是军营里他一路辛苦训练 汗水 眼泪 一滴滴都是真实的 说观时他抱着队斩哭 他的帅真打动了不少人 不一天 19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浙江杭州 因拍微电影猫的树系列进圈 而后又在下阵位置中饰演欧俊一角正式出道 至于他走红源于在青春爱情剧 是我们单纯的小美好中饰演外冷泪热的傲娇一生江辰 胡一天也是因此走进大多数网友视野 相信也有不少人被江辰这个角色圈粉吧 其次 在户外真人秀 24小时第三季里 以帅气的外表更是圈粉无数 本门来自 繁星娱乐阳元顺 白静廷 1993年10月15日出生于北京市怀柔剧 因参演搜狐自制网剧 匆匆那年饰演男二号乔然一角受到关注 而后 因在旋风少女李饰演欲出源 以及下至位置李饰演的录制掌走红 其次 同样是与胡一天一样参加 24小时第三季录制圈粉一大把 张彬彬 1993年1月19日 生于江苏无锡 因参演青春末相剧 微时代而步入演艺圈 而后 凭借青宫言行剧 寂寞空庭春日晚 李饰演才华横一切文武双全 那满清第一才子 那男容若被观众熟知 还有微微一笑很清诚里 张彬彬饰演了一个极超强技能 神秘高冷 帅酷有形于一身的黑客高手 K-O 不知道这几个角色 大家是否有印象 董子杰 1993年12月19日出生于北京 出演个人首部电影青春派 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 更是凭借此剧入围的 第五十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新演员奖 当然除了演戏 童子健在综艺真人秀节目方面也有发展 比如《向往的生活》 高能少年团等 郑业生 1993年8月26日出生于吉林 因参演电影《百万爱情宝贝》 中了棒棒糖一角而进入演艺圈 而后又在《花千古》中饰演 拥有洪荒之力的男弦乐 引起网友关注 还有在《漫改武侠剧》 《画江湖之不良人》 中饰演男主角李星云 热血的大戏给观众 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 他还有一点让人不得不服的 那就是他男扮女装 这么狠女人 他穿上女装来 令不少女同胞花容失色 话说 这六位1993年 出生的男星已盘点完 请用各位小编 有盘点到你家大大吗 又有谁可以自封大神呢 相信多数人仅认识 除黄子涛以外的三位男星吧 本门来自 繁星娱乐杨元顺